金银牌存在了在这 一个叫鸭人芋头 中国的厨师才是最屌的 中国的运动员才是最屌的 最棒的 两个小时之前拿到题目 这两个小时里拿不到其他食材 我就绞尽脑之间做出到这个来 奥林匹克金山 对 说人生在世掐只算 吃饭真是不好办 又是哪个小可爱 今天要被我为难 今天是我们不点单挑战第五期 奥运美食战 然后我们选了一个顺德菜 是一个新开的顺德菜馆 这个还有可能是我们目前吃过 最贵的顺德菜了 到底能吃到点啥 又好不好吃呢 几张谢谢大家试试去 走 然后今天这个餐厅 你别看它开在一个商务楼里边 这个餐厅它只有六个包厢 私宴嘛 这个环境肯定得私密一点 对 不然怎么玩 就是这个 蒙身发大财 对 怎么 因为顺德菜里面有大量的海鲜 真的每个菜都可贵了 哈哈哈 你说我们这个不点单挑战 也不知道还能做几期啊 看大家给不给力 是吧 哎 哎 反正不要钱 哎 对 哎 手松一个 消打一个 你们是叫太史府私宴吗 对 什么意思 官府家宴 那官府家宴和我们就是这种平头百姓家宴的区别是 哈哈哈哈 一个是更精致一些 然后还有一些 武法财 点菜吗 怎么说呢 哎哎哎哎 我们不看财难 我们不点 啊 不看财 就是你随便上 但是我们是有那个要求的 那个最近不是在办奥运会吗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吃的每道菜都跟奥运有关 啊 项目啊 运动员什么的都可以 好吧 那我来安排 啊 好 谢谢啊 你也要好好想一想 就是跟奥运有关的 哈哈哈 跟奥运有关啊 好的 你好 这个是 第一道菜就是咱们的顺德鱼生 哦 这个是顺德特色 这个我知道了 吃的这个鱼生就像奥运酱儿一样 如意得水 什么项目是 游泳项目 游泳 官府人家吃鱼生是不一样好 上这么多配的 这道菜多少钱啊 这个其实还挺便宜的 哦 家常菜 这个三斤左右 158一斤 评论 专业人员给您拌一下 啊好呀好呀 哦还有拌一下 太师傅用自己动手吗 照我张太师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家是怎么吃鱼的啊 我们叫死 叫什么 相遇 一捞中生起 二捞加兴旺 三捞身体好 四捞事业高 五捞万事急 六捞聚顺心 为什么只捞六下呢 哈哈哈 有点像半凉粉的感觉 哎他突然 哈哈哈哈 尝一下啊 太奇妙了 这个菜 他除了鱼生之外 他给了好多丝啊什么的 然后给你有一种特别强的脆感 等你嚼下去 你咱会嚼到那些鱼肉 鱼肉很嫩 我完全不会有那种土腥味 泡椒 叫头 花生 咱们来个三花巨顶啊 整体口味很清淡 其实我给你鱼生在里面 反而成为了一个 衬托其他各种风味的食材 然后这个是 西高苏蟹和 哦这个是按胃上的是吧 呃 那请问这个螃蟹跟奥运会的关系是 也没有项目是横着走的呀 这个呢 对应的是咱们那个乒乓球 你看上面这个蟹和圆的嘛 啊 蟹和的下面 这个叫鸭人一头 哈哈哈 鸭人一头 单女单 金银牌全在等这儿 哎呀哎呀 对对对啊 也可以叫鸭日一头 啊 啊 啊 这套菜多少钱啊 这个也便宜 260万一倍 那不 这就可以啊 虽然价格200多一个 但我觉得它的这个寓意非常好 哎 它这个盒怎么炸出来的 它这个炸的非常的细 我知道啊 怎么炸啊 用油炸出来的 里面就都是那个蟹肉 这蟹盒还挺厚的 这个菜特别香 外面的油衣就是又脆 又是油的香味 然后里边呢就是那个纯蟹肉 而且它蟹肉给的挺扎实呗 整个菜略带一点点咸 但我觉得如果可以再加一点 酸甜味的蘸酱 口感和层次会再上去一步 对 它如果给个酱会更好 是吧 嗯 我们家这厨子 你发现我到时候就去收它 这个是 这个是鲜鲍鱼 但是鲍鱼跟奥运会 提供关系是什么呢 它这个对应的是跳水 跳水 因为鲍鱼嘛 它在水里怎么浮汤都没有水花的 哦 对 因为跳水也是要压水花嘛 四头的鲜鲍 多少钱这个鲍鱼 也很 200多 也不贵 很便宜 重量的是寓意 今天这顿饭是我们吃吗 是我们送给奥运进来的 生活了 我们国家那么多出征的 奥运匠师为我们真心夺赢 就吃一顿饭 以示对他们的敬意 兄弟们把类目打在公图上 行不行 咱们这节目感人吧 真的 真的 这个鲍鱼可以够我们吃一顿中高端自助了 我感觉上面应该是一点 那个豉油汁或者是海鲜酱油的那种 那个甜的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咸味儿 然后再加上陈皮 有一点那个橘子的味道嘛 嗯 它味道上不错 就是很鲜 但是口感上稍微一点点老 鲍鱼本身很厚 我觉得时间上可能比较难把握 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主要是食材吧 因为它的这个料理形式还相对比较简单 吃了这只四头棒 大家每天都有人棒 可以可以可以吧 非常实在的祝福 实在了实在了 又上了一个菜 这个是鸭子吗 顺德鹿鹅 那所以这个菜是 呃 皮滑铁的 因为运动员平常在外面训练的时候 帅的还挺黑的 那咱们这个鹅呢 选用的也是黑棕鹅 黑色嘛 优秀的证明 哦 黑棕鹅是广东那边是专门培育出来吃的那个咒鹅 对 据说这个鹅应该要吃五吨以上 你行吗 你看这头猪长就像鹅呀 哈哈哈哈 所以这道菜的价格是 嗯 咱爸妈 挺便宜的 哈哈哈哈 大家把便宜打在中底下 来 试一下啊 因为我原本看它这一整块 我觉得这个肉会不会有点老 但是我刚才咬它吃的时候 我觉得它很扎实 但是它不老 那个肉上面就是那一层皮嘛 带一点点的皮下脂肪 然后之后又有一点油感 有一点像本邦的酱烧的感觉 因为它也是那种带一点点甜 怎么样 我们亚洲纪录呢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要想跑得快 必须使出吃奶的劲儿 哈哈哈哈 这个有道理 这个多少钱 这个 298 298 好的好的 这个其实就是顺德当地的炸鲜奶的pro版本吧 因为我觉得当地应该是不会放烟窝的把顶上 好香哦 水牛奶比我们一般吃的那种牛奶 它的蛋白质含量更高 然后乳香也会更重 呵呵呵呵 这菜吃完了 牛会有点傻 你知道吧 因为牛奶的那个香味很重 我已经感觉这个牛胡乱的冲撞我 所以我有一点被 小牛乱撞 啊 嗯 半公体撞的 摔牛奶 硅胶 我不知道哎 你没吃过 哦我也没吃 哈哈哈哈 我其实一直早就寻寻念念这种炸牛奶啊 谢谢这个张太师奥巴 嗯 都是自家人说什么这么见外的两家话 以后还有什么想吃的 你到任何一家餐厅啊 你就报我名字 大家就把我的视频拿出来 看到没有啊 我还几张 你别管能不能打折 你反正报我名字 最后啊 突然给我们来了一个这个惊喜 这个是什么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一道西柚芝士蛋糕 甜品是吗 对 这个糖的每一个点都是算好的 不能清醒 如果你今天会倒掉 所以只有我能端过来 你这么说我可就相信了 哈哈哈哈 这是一个跳水台 跳水台 水 和一条银银 这都是糖做的吗 对 哎呀这个真的有点精致了 做出来要多久啊 这个应该很久吧 应该上去 这是你两个小时里面想出来的创业 对 这是为我们特制的就 好的好的 谢谢您 辛苦了真的费心思了这个菜 我是真的感觉他们很认真的在 打体验 虽然跳水没有水环 但它已经在我的心里掀起了 滔天巨浪 造型确实不错 口味如何 来啊 哦 哦 咱们不要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嗯 好了好了有哪儿外的征服我了 你切下去非常扎实 然后你吃到嘴里有一种在吃很厚实的牛乳冰淇淋的感觉 就是那种乳香味十足 这是我们至今为止吃到最下功夫的一道甜点 对 哎里边还别有洞天 你往里切 里边有橘子 它里面的柚子肉保留了柚子本来的那一点点苦啊 就会让它外面的那一层乳香和那个糖味趁透的更明显 中国的厨师才是最屌的 有没有 中国的运动员才是最屌的 最棒的 最棒的好不好 我们是最棒的 把这句话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小姐姐很拼 她有点奥运精神 奥林匹克精神 对 两个小时之前拿到题目 这两个小时里拿不到其他食材 我就绞尽脑汁给你做出道这个来 金牌 我们尝一下跳水才有什么味道好吧 这小奥林区关注它会咬一下金牌 我们这段一共是吃了2800 然后是含有10%的服务费的 我觉得今天服务费很值 那本期节目就这样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支持我们 这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各位 拜拜